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 今年华为会有新的智能汽车发布 一公私讯 第十九届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主题演讲 于4月26日举行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表示 今年华为会有新的智能汽车发布 无论是制选模式还是银塞顿模式的车型